人过六时才知道 帮子女带娃和不帮子女带娃 生活是不一样的一 老人帮忙带娃 似乎是铁打的规律 2019年 中国青年报对1943名 有孩子的父母进行调查 发现90%的家庭 存在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情况 2002年时 上海科学育儿基地 对本地市民进行调查 发现99%的家庭祖辈参与了带 养孙辈 从现实来看 带娃的事情 有的父母是搭把手 有的父母是带牢 还有的父母出力又出钱 也有一些父母 拒绝了带孙 更多的是享受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过了60岁之后 生活的近况和带娃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带娃和不带娃的区别很大 二 自愿带娃的老人 享受了天伦之乐 我的邻居张叔 55岁就退休了 他的爱人早退休两年 张叔从退休第一天开始 就承担了带外孙的任务 他常常说 现在自己身体好 也有退休金 家里有孩子 才热闹 一晃 张叔就60多岁了 外孙也上小学了 每天一大早 张叔送外孙去上学 下午又去学校接送 乐在其中 为了让外孙提升学习成绩 张叔还买了点读机 自己也跟着学 在传统的思想观念里 我们都希望儿孙满堂 几代同堂 老人带娃 儿女回家的次数会多一些 团圆饭的烟火气会更浓 平时 几代人的交流 互动会特别多 大部分的家庭 因为孩子在老人家 年轻人每天都会打电话 问候 开启视频聊天 有句话说得好 就算是国王 其根本还是一个家人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也是精神的寄托 如果老人和孩子在一起 或者老人去儿女家帮忙带孩子 生活会变得充实 虽然很累 但是内心很愉快 很多老人会有这样的感悟 要是孩子哪天不在家 还很不习惯 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争助带孩子 谁都不甘落后 三 被迫带娃的老人 生活苦不堪言 有调查显示 65%的年轻人认为 父母没有义务带孙子 75%的年轻人说 没有给帮带费 29%的人直言分文未给 总有一些老人 生活处于穷困之中 万一还要承担孙子的赡养费用 显然是吃不消的 另外 老人要带娃 需要好的身体 夫妻感情要和谐 我的三婶 一辈子生活在农村 没有什么积蓄 好不容易把儿女养大 又接到了带孙的任务 为了让孙子 享受好的教育环境 儿子在县城买了房子 三婶顺利成章 就进城 做了儿子家的保姆 三婶总是担心 三叔在老家过不好 家里的菜地没有人管 因此不得不两头跑 有一天 三婶回了农村 下午错过了班车 导致孙子没有人接 儿子非常愤怒 老人都不糊涂 无偿带娃 拖住不太好的身体带娃 被逼带娃 都是很难受的 只是担心自己以后 没有人养老 不得不顺从 就是被儿女责骂了 也只能忍住 家庭关系 是一种混合关系 其中包括了金钱 感情 意愿 矛盾等 当利益 看得比感情更重的时候 谁都不舒服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认为老人应该带娃 没有商量的余地 让老人很为难 看过这样一段话 假如一个人总是和生活对抗 就会特别痛苦 就像一头猪 每天被关在黑暗的猪篮里 看到有人来投时 就热情地走过来 显然 猪的热情是逼出来的 因为他还想活久一点 要懂得强扭的瓜不甜 谁都不要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父母帮忙不帮忙 得问一问父母的意见 四 不带娃的老人 生活很单纯 也许需要面对儿女的各种挑剔 为食膜老人不愿意带娃 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帮儿女 而是他们真的很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 追求师和远方 另外 鸡蛋人之间 存在思想上的差距 教育的观念也不一样 很多老人思想落伍了 也没有办法教育好孙辈 因为带娃 婆媳关系会更加僵化 婆婆要这样做 儿媳要那样做 谁都不服气 正所谓好心办坏事 当老人拒绝了带娃之后 儿女、媳妇、女婿 也许会说一句 养老不要找我 没有了孙辈的闹堂 耳根清静了 老夫老妻可以自由安排时间 因此生活的品质变高了 从长远来看 还得准备一些钱 用来养老 想一想 要是儿孙非常计较 硬是把带娃和养老捆绑在一起 老人也是毫无办法的 有一部分儿女理解父母的难处 说帮忙是情分 不帮忙是本分 不必抱怨 自己熬一熬就过去了 5.带娃不带娃 孝顺多半靠良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人总有一天 自己走不动 需要儿孙儿孙 需要儿孙来帮忙养老 是不是 带娃的老人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呢 一抱还一抱 是一种说法 但是不会对等 如果儿女没有良心 压根就不会感激 那些不带娃的老人 遇到有良心的儿女 仍救过得很好 或者老人有大量的钱财 儿女看在钱的份上 也会多加关照 我的同学老张 常常说这样一句话 我母亲 能够照顾自己 就不错了 老张的母亲 很多年前就患了痴呆 不仅不能带娃 还变成了老张家的老娃娃 老张只能接受现实 星云大师说 好心长一条 慈悲意一片 道理三分 敬人十分 道德一块 用包容锅炒 用宽心炉顿 每日尽三复 不现实 用关爱汤服下 谁都不容易 家家都难 理解万岁 退休后就离婚 三位过来人 说出了背后的真相 很现实 也很扎心 愿得一心人 白手不相离 这是很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向往 期待着和彼此相爱的人 携手一生到白头 只是很多人在生活的风雨中 因为各种原因走着走着 就走散了 有数据说 现在老年人的离婚率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看看身边有很多的人 在退休后选择了离婚 开始了独自一个人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年过半百后 有勇气 有勇气毅然走出这一步呢 听听过来的人说法 或许对我们如何保持家庭生活的稳定 会有帮助 一 张大妈 孩子成家了 终于可以不用忍了 张大妈和老伴年轻时候 感情也很好 两人从一无所有到最后的小有成就 也算是苦尽甘来 女儿出生没多久 公婆就先后病倒了 张大妈娘家父母在老家帮着弟弟带孩子 也帮不上忙 无奈之下 张大妈只好辞去工作 回家照顾公婆 带女儿 老伴对张大妈非常感激 尤其是张大妈对公婆非常孝顺 让老伴能够全力以赴地把精力用在工作上 慢慢地老伴的职位越来越高 收入也越来越多 他们的房子越住越大 车子也越换越好 可是张大妈却觉得老伴离自己越来越远 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恩爱和谐 有时候 老伴说工作忙经常半夜才回家 出差越来越多 有时候 张大妈和老伴说话时 明显地感觉到了老伴对她的不耐烦 时间久了 张大妈就开始对老伴有了疑虑 结果发现老伴又变了心 张大妈很恼火 和老伴大吵一架 又找公婆评理 公婆却劝她原谅老伴 毕竟家里就靠着老伴一个人赚钱养家 婆婆甚至说 男人就算是在外面有点花心事 但老了还是要回归家庭的 老伴也保证以后不再出这样的事情 会一心一意地带张大妈 为了表示诚意 老伴把家里的房子都过户给了张大妈 还把家里的存款也都交给张大妈保管 父母也劝张大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张大妈自己也不挣钱 再说将来闺女结婚 还要看家庭 看父母双亲 张大妈从来以后 就开始捡起来被她放下的专业 家里的家务她也不再每天自己一个人忙 请了家政每周回家收拾卫生 又请了个保姆照顾公婆 婆婆对此很不满意 张大妈也不解释 她开始对公婆客客气气 却没有了之前的那份掏心掏肺 张大妈对老伴也开始变得客气 只要老伴按时交回工资 其他的她不再过多地过问 婆家的事一律交给老伴处理 老伴一开始还觉得不适应 后来慢慢地觉得张大妈不再和她翻以前旧事 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女儿大学毕业后要跟着男友远嫁 张大妈见阻止不了 也就选择了尊重 她要求老伴在女儿的城市全款买了房子 女儿结婚后 张大妈就和老伴提出了离婚 老伴和公婆都很意外 但是女儿很支持张大妈的决定 张大妈说自己这么多年 只是为了女儿恋爱 结婚的时候不会被人议论 有个离异家庭 现在女儿结婚成家 她终于可以完成那份责任 她实在无法接受老伴的背叛 那是她心头的一根刺 张大妈说 老伴就一直没有收心 总是想着家里家外都占权 她不指望老伴老了回归家庭 那时候她不过是老伴的一个保姆而已 她现在已经拿到退休工资 虽然不高 但是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保障 她不想再委屈自己的后半生 二、李大爷 受了一辈子加板气 终于可以耳根子清净了 李大爷和老伴原本是同事 后来老伴去做了销售 老伴情商高又能干 很快工作就风生水起 李大爷属于那种小富极安的人 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中 喜欢自己研究美食 养花种草 老伴对李大爷很是不满 说他没有追求和上进心 李大爷说够吃够喝 一家人乐呵呵的就是幸福 他照顾老人和儿子很用心 家里人的吃喝拉撒 都是李大爷在操心 老伴对他很不屑 经常话里话外地挤兑他 还提出了生活费A的要求 老伴对公婆家也很有意见 婆媳关系极其糟糕 因为老伴的成绩 对李大爷家里的兄弟姐妹 也是瞧不上 有时候李大爷想让老伴 帮兄弟姐妹办点事情 老伴就冷嘲热讽 而且把这些事情挂在嘴上叙道 说李大爷无能 家里还要靠女人来支撑 老伴在婆家人面前 更是趾高气扬 对公婆也是不屑一顾 李大爷退休 李大爷退休后 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千多 更是经常被老伴讥讽 说没有他的打拼 家里住不上大房子 买不起豪车 李大爷在退休的第二年 提出了离婚 让家里人很是不理解 李大爷说 这么多年 他在老伴的冷嘲热讽下 实在过得辛苦 在亲戚朋友眼里 就是个窝囊费 尤其是在岳父母家人面前 老伴根本不给他留面子 经常互来喝去 他说他退休工资不高 但是他实在无法忍受 老伴对他的遗旨气势 他宁可孤独终老 也不想天天生活在老伴的嘲笑 和指责里 三、赵大妈 没有感情的搭伙生活 不想再委屈自己了 赵大妈比老伴小了十岁 赵大妈原本有给自己 看好的男友 但是无奈父母不同意 赵大妈对父母颇有怨言 一直拒绝父母 给介绍的相亲对象 赵大妈三十二岁那年 母亲意外去世后 哥哥嫂子对赵大妈 也很是不满 尤其是嫂子 总是对赵大妈冷言冷语 父亲也慢慢对赵大妈有了意见 觉得女儿一直不结婚 不但让自己丢脸 也让儿子一家 过得鸡飞狗跳 赵大妈在三十六岁那年 经过亲戚的介绍 嫁给了丧偶的老伴 老伴有一个儿子 两人结婚的时候 老伴的儿子已经在外地念大学了 赵大妈本来以为老伴丧偶 儿子也不在身边 两人慢慢培养感情 生活一定会好起来 没想到 两人结婚后 她才明白 低估了老伴对发妻的感情 老伴处处拿赵大妈和前妻比较 为人处事要比较 做家务要比较 对公婆家的人合适的态度要比较 比来比去 都是赵大妈落了下风 赵大妈对嫉子的态度 也无法让老伴满意 赵大妈觉得自己和嫉子没啥感情 嫉子放假回家时候 她也秉承敬而远之的态度 老伴就说她是个无情的人 对没有母亲的孩子没有爱心 赵大妈如果要求儿子做家务 老伴就说不是她亲生的不心疼 赵大妈想着有两个人的孩子后就好了 结果老伴却依然对大儿子非常偏心 说儿子没有亲妈了 就需要她的父爱 小儿子慢慢长大 老伴却总是惦记大儿子 把两人为了两个孩子的事 闹得很不愉快 老伴提出和赵大妈A制 说免得将来大儿子结婚的时候 赵大妈不舍得给儿子花钱 赵大妈质问老伴 将来小儿子结婚咋办 难道小儿子就不是老伴的孩子 老伴理直气壮地说 所以才要悲致 他先给大儿子结婚后 才能管小儿子的事 大儿子结婚的时候 老伴竟然提出说 赵大妈不是儿子的亲妈 就不让他上台接受新人的鞠躬 赵大妈非常生气 好在亲家出面说 继母也是妈 婚礼上只有父亲不合适 赵大妈这才出现在了 大儿子的婚礼上 赵大妈和老伴的日子 并没有因为大儿子成家立业后 过得消停 反而更加一地鸡毛 孙子出生后 老伴就要求赵大妈去带孙子 赵大妈还没有退休 提出让儿子先请个保姆 或者让亲家帮忙 老伴勃然大怒 指责赵大妈对孙子不关心 并一再强调他继母的身份 赵大妈在儿子考上大学那年 提出了离婚 他说他要跟着儿子去外面打工 不想再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老伴对他的权势挑剔 没有感情 他也想着和老伴一心一意过一生 无奈老伴总是因为前妻 对他诸多的怀疑和防备 婚姻里 很多事情都是角度不同 导致看待问题不一样 时间久了 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 婚姻也就走不下去了 婚姻需要夫妻之间 互相迁就和磨合 而不是一味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要求另一方 双向奔赴的婚姻会越来越甜 只强调自我的婚姻终究会走向分手 人到中年三样东西趁早扔 扔得越早 人生越顺畅 如果把人生化分成两段 四十岁前是一段 四十岁后是另一段 四十岁前只代表了我们的前半生 四十岁后人生还有更多可能 著名的大器婉成者摩西奶奶 七十七岁开始画画 八十岁的时候 在纽约举办了个人画展 如果你的人生四十岁前并不成功 那么四十岁后你要相信依然有机会 活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只是成功这件事既需要运气和天赋 同样需要个人能力 运气和天赋并不是我们个体所能掌控的 普通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 人生过了四十岁 就不像年轻的时候 以年轻为资本 可以尽情选择 中年人的世界 需要更多优秀的品质 才能走上通往成功的路 如果你已经年过四十 以下三个缺点 一定要丢掉 否则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绊脚石 喜欢炫耀 表面看来 喜欢炫耀是一种个人性格 但这背后 真实的心理需求是 一个人越没有什么越会去炫耀什么 炫耀的背后其实是匮乏感 因为没有 所以内心会看得特别的重要 因为重要 所以会故意展示给别人看 目的就是希望获取别人的关注 如果一个年轻人把吸引别人的目光 当成是自己炫耀的资本 还可以理解 因为年轻人总是希望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进入到中年 如果依然非常喜欢炫耀 只能证明这个人过于浮躁 更加关注一些表面的光彩 而不是去沉下心来 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当一个人的心思总是浮于表面 他喜欢的是多巴胺带来的及时刺激 他满足的是被别人恭维 羡慕的那一刻 心理学告诉我们 一个人想要获得真正的成长 需要学会延迟满足 只有这样才能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些事情 真正地从事情中获得成就感 相反 总是喜欢及时满足的人 做一些需要长时间才能回报的事情 会没有斗志和耐心 最终的结果就是 总是在开始 从来没有结束 没有一件事能沉下心去做 只会一事无成 兄弟情义看得过重 过了四十岁 还把兄弟情义放在人生第一位 这样的人不是傻 他们是拎不清生活的重心 做事情分不清主次 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年轻的时候 我们以为人生是一群人一起走 过了四十岁 我们就会发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人在前行 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家人 很多时候 所谓的朋友 走着走着就散了 不是我们不珍惜 只是事事无常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人生中 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 就是自己的人生 而家庭 才是每一个人 人生中最可靠的后盾 这个道理 我们的祖先早已帮我们记下来 那就是 安家立业 有了家庭 才能够有一份稳定的事业 那些把兄弟情义看得过重 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的人 他们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意气大过天 却不知道到头来 你所能依靠的唯有家人 如果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人过中年 生活会无比凄惨 人世间中 以周炳坤为首的光子片六君子 他们的口号是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六人中 有人因为读书考上了大学 开始从政 有人因为能干开始从商 还有人因为下岗开始打零工 人到中年 他们的人生差距早已是天差地别 即使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 也因为话题不同掀桌子吵架 这才是人生交友的真相 你过不好的人生 交再过强大的朋友 都就不了 过好自己 才是你交友的资本 而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好面子 人到中年 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 却有人恰恰把面子 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却不知道所谓的面子 只是自己自尊过强的遮羞布 过于要面子的人 最终吃亏 受累的都是自己 却不会给自己带来 任何实质性的回报 人世间中的周炳坤 一个自尊心过强 特别好面子的人 对于朋友的需求 总是有求必应 哪怕是为难自己的亲人 朋友没房住 他问都不问妻子证捐一声 就把房子借给了朋友住 老家的房子空出来 他没有告诉父亲一声 就让朋友搬了进去 街坊邻居不好意思到 黑市处理东西 他明明自己不想去 还是答应下来 只能让妻子证捐去做 直到朋友下岗了 没有工作 朋友的妻子 让他帮忙找自己的哥哥周炳毅 他虽然从没有求过哥哥帮忙 却依然嘴上硬撑着 所谓的爱面子就是这样 当你不懂拒绝时 吃亏的就是你自己 明明自己很难 却依然硬着头皮去做 无非是想从别人身上 获得对自己的肯定 却不知道 成年人的世界 提升自己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圈子 才是获得别人肯定的 唯一通道 你所谓的爱面子 和不懂拒绝 只会让你深陷淋雨 寸步难行 中年人需要过低配生活 所谓的低配 是在除了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情上 不要消耗过多精力 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这头多了那头 必然就少了 中年生活 从丢掉以上三个缺点开始 你的人生才会持续前进 故事 49岁的住家保姆 频繁是好 76岁老人 工钱我给 但想做女主人不行 生活里 条件好些的老人 如果子女不在身边 或者工作比较忙 他们会请保姆来照顾 自己的生活起居 有的保姆在雇主家干活的时候 看到雇主家里的条件不错 就会产生一种想拥有的心理 有的甚至觉得自己年轻 又能把雇主照顾得舒舒服服的 雇主一定会愿意跟自己好的 可天下是很难说得清楚 那些到了晚年的老人 也是经历过岁月打磨 事事沧桑的 不会轻易地跟保姆在一起 他们的内心很清楚 保姆愿意和自己好 更多的是想得不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76岁李大爷的保姆 今年49岁 看着年轻 能干 会说 总是频繁地跟李大爷示好 李大爷心知保姆的想法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李大爷跟保姆说 工钱我给 但想做这女主人不行 青素人 76岁的李大爷 我今年76岁了 按说我的身体 还行 可我的子女们 都离我远 我又不想跟着他们一起 居住养老 子女们商量着 给我找了个保姆 我是部队退休的 身体一直还算不错 年轻时在部队锻炼 60岁退下来之后 一直跟全师学练 太极拳养生 我的老伴是随军家属 是个任劳任怨的好女人 我在部队的那些年 都是老伴在老家照顾孩子 伺候老人 把我的兄弟姐妹 关系处理得妥妥的 随着我的职务提升 老伴跟我随军了 三个孩子 也相继考上大学 有出息了 本该是享受幸福 美好的晚年生活时 老伴的一场疾病 离开了我 我的子女以为 我会再找老伴的 可我从内心忘记不了 我老伴对我的付出 即使找了 我也不会忘记老伴 徒增彼此间的烦恼 也就搁浅了 六十岁退休后 我在太极养生馆里 跟着全师练习那家全养生 没事了再去子女们家里走走 偶尔也会和老战友们相聚 他们都劝说 我再找个老伴 可我已经看透了 半路夫妻间的各种麻烦 就想算了 我是找了个照顾 伺候自己的女人 可女人的要求实在太多 再伤了孩子们的心 我的好友老赵 不就是找了个四十五岁的后老伴 给人家儿子买房买车 最后到了七十五岁 瘫痪在床的时候 还是自己的子女照顾伺候他 那个后老伴带着家庭里的存款走了 虽然老赵后悔了 子女们也不说他什么 可我每次去看他 那么一个坚强的男人会落泪 不是委屈难受到极点 谁会这样呢 在我七十五岁的时候 我的心脏不太好了 除了血压高些 心脏随着年纪的增长 也越来越不好了 子女们一商量 就从家政服务公司 给我找了个住家保姆 保姆今年四十九岁 我们都叫他小蔡 是个没有老公的苦命女人 只有一个儿子 现在已经上班了 只是因为学历不够 在工厂里做劳务派遣工 经常需要小蔡接济 小蔡不到五十岁 模样还算周正 嘴巴很会说话 干活利索 是个不错的保姆 最初的时候 小蔡在我家里还算可以 后来我发现 他总是说 现在物价贵得要死 总是说给的生活费不够 我就长了心眼 去超市大概看看了价格 没有小蔡说得那么邪乎 小蔡在我家做了不到半年 总是诉苦自己的命运不好 男人不正干 早早地抛下 他们母子走了 婆家对他不好 娘家没人给他撑腰 我听多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 同情心了 随便他说 我就闭目躺在沙发里听取 慢慢地我发现 小蔡对我有了异样的行为 会经常不自觉地拉我的手 也会在我洗澡的时候 不敲门进来帮我 我说过他几次 告诉他 我现在还能够自理 不需要他帮我 若到了不能自理的时候再说 其实 我也是怕小蔡对我想法太多 让我做不到控制自己 前几天 小蔡跟我商量 他想跟我先预支几年的工钱 我问他想干什么 他说 他儿子想买房 他想先预支几年的工钱 给儿子交个首付 我说 这个我做不了主 因为我的钱都在我子女手里 你也看到了 每月的工钱和生活费 也都是我子女给你的 我没有钱 小蔡笑着说 你是怕我拿了钱就走了吗 我告诉小蔡 几年的工钱是比不小的数字 我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 只能跟我子女说 小蔡就非常温柔地靠在我身边 她跟我说 只要你先预支我五年的工钱 我就是你的人 我很惊讶地看着小蔡 问她什么意思 小蔡说 这你不懂吗 就是你想我怎样都行 我试着问了她一句 你想跟我结婚 成为我家的女主人 小蔡说 怎样 我不行吗 我比你小十几岁 我都愿意 你还不愿意吗 我告诉小蔡 在我家做保姆 我按月给工钱 但想做我家女主人不行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那天 小蔡看我回得比较干脆 还跟我闹气了 不给我做饭 也不收拾卫生 我告诉她 别学那些没用的 做人还是善良 踏实些的好 不要总想着那些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小蔡看 这样不行 就要求掌工钱 我说 你可以走了 让我让子女 给你结清 随后 我就给子女们打电话 说了这个事情 让小蔡走了 很多老哥说我傻 应该跟小蔡周旋 答应给她工钱 就是拖着她 让她安心地照顾 伺候着我 可能是军人脾气吧 我不想那样做 人家女人也不容易 不愿意 就该直说 何必绕弯呢 子女们又给我 请了一个保姆 这次这个保姆 岁数大些 五十六岁的小赵 是个安静的女人 不多说话 只是默默地干活 写在最后 生活里 有的保姆打着自己 对雇主的真爱说 自己愿意照顾 伺候雇主一辈子 可他们 都有自己的目的 如果是真心对雇 主好 哪有让人家 一下子先预支 好几年的工钱 不论到什么时候 女人还是要自尊 自爱 自强 以这样的方式 得到不属于 自己的东西 早早晚晚 都会还回去的 还丢失了 做人的尊严 我们年岁大的老人 要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 不要被几句 甜言蜜语 和一些小甜头 就弄得找不到 东西南北 自己一辈子打拼的家产 还是要守护好的 雇主和保姆之间 唯有互利互惠 才会走得更远 如果一方有 自私自利的想法时 谁都是岁月里的老狐狸 不会傻到 让自己去当冤大头的 婚姻中 最令老公反感的四众女人 看看有没有你 一对男女结婚了 有了自己的家 就要好好过日子 共同应对生活的 风风雨雨 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 希望能够把日子过好 有幸福的生活 生活不易 婚姻不易 一对男女走进婚姻的殿堂 走进世俗的生活 就会进入柴米油盐的节奏 生活的现实 没有了风花雪月的浪漫 更多的是 多了生活的担当和责任 面对生活的一点鸡毛 只有夫妻同心 相互鼓励 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 相互原谅 相互包容 才会有感情的和谐和日子的天长地久 一个家庭的幸福 女人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 都说娶到一个好女人可以往三代 一个女人是家中最好的风水 一个男人能够娶到一个好女人的 却是一辈子的幸运 相反 如果一个女人 不过日子 甚至 虎脚蛮缠 经常和男人 吵架生气 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婚姻中 最令男人反感的四众女人 看看有没有你 一 经常唠唠叨叨 抱怨男人 甚至虎脚蛮缠的女人 婚姻中 经常唠唠叨叨 对自己的丈夫抱怨不停的女人 是最愚蠢的行为 生活中 没有任何的男人喜欢女人唠叨不闭嘴 如果经常唠唠叨叨 就会引起男人的反感 一到家 就没有耳根清静的时候 你这是逼住男人不回家的节奏 生活无论发生了什么 事情过去了 就不要抓住不放 更不要的礼不饶人 牢牢叨叨 甚至念念不忘 学会闭嘴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否则只能令人讨厌 生活无论过得怎样艰难 一个女人 也不要完全把责任都推到男人身上 对男人抱怨不停 男人如果不让住你 就会有争吵和矛盾 你这样做 家中和男人的运气 只会越来越差 有的女人对自己的男人 什么也看不惯 经常找茬 和自己的男人吵架 甚至胡搅蛮缠 这样的女人 只能令男人 越来越反感 越来越讨厌 男人对你失望了 不爱了 婚姻也就会到头了 家和万事兴 聪明的女人 会鼓励自己的男人 即使规劝自己的丈夫 也会言辞温和 柔声细语 更多的是给丈夫 以鼓励的话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唠叨抱怨 甚至胡搅蛮缠 只能增加夫妻间的矛盾 日子越过越艰难 二 不给自己男人 留面子的女人 一个男人的面子 往往会胜过理子 而有的女人 不分场合 不管在哪里 有谁在场 从不给男人留脸面 令男人下不来台 这样的女人 男人一定是反感的 一旦男人不再爱你 婚姻也就难再继续 一个女人在婚姻中 夫妻间 家庭中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回到家 关起门来 再理论再吵架 不要在一群人面前 特别是父母面前 亲戚朋友面前 同事同学面前争吵 发脾气 甚至哭闹 你这样做 不但令男人很丢脸 抬不起头来 同时 也是丢的自己的脸 人们对你也不会有好感 任何的人都是有尊严的 即使犯了错 也希望别人给留些脸面 一个男人即使在家中 没有地位 但是在场面上 你一定要给自己的男人 留有位置 维护男人的形象 给男人长脸 否则 不但男人抬不起头 人们也会讨厌你的霸道 不懂事 人要脸束 要皮 一个男人的面子 比什么也重要 一个女人经常在人前耍脾气 使性子 不尊重自己的男人 甚至大吵大闹 就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男人一定会对你反感 失望透顶 三 邋遢不收拾家的女人 有人说 看看男人的衣着打扮 看看你家中的卫生 摆设和收拾的家 就知道家中女人的素质 怎么样 邋遢 不讲卫生 不做家务 不收拾家的女人 无疑会令男人失望和反感 一个男人在邋遢 在不修蝙蝠 也不希望回到家 看到家中乱七八糟 垃圾遍地 灰尘堆积 鞋子乱放 衣服乱扔 生活用品就像摆摊 一个不知道收拾家的女人 就像一件无用的摆设 令男人生气和反感 家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温柔的怀抱和港湾 是休息和养伤的地方 家是舒服的 整洁的 卫生的 回到家不但有热菜热饭 还有一双温柔手 为你服去疲惫和伤痛 令你有无穷的力量 在生活中打拼 聪明的女人 会把家中收拾得窗明挤净 一尘不染 把物件和生活用品摆 放得井井有条 次序井然 把厨房和锅碗瓢盆 洗得浅浅静静 把男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让家对男人 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一个女人邋遢不收拾家 除了忙就是懒 有的女人懒得不叫女人 还有的女人 出门前把自己打扮得焕然一新 到了家 不打扫卫生 不洗衣 不做饭 一副老爷的派头 这样的女人 男人一定是反感讨厌的 四 只顾娘家不管婆家的女人 有一句话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有的女人 进了婆家门 也从来没有 把自己当作婆家人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事 婆媳关系千古难题 婆婆刁钻就怨不得媳妇 问题是有的媳妇 公婆拿住当宝 老公贯注 有的女人 也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公婆 但对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特上心 只要自己的娘家有事 就要求自己的老公出钱出力 出时间 而公婆有事 却不管不顾 这样的女人 时间久了 老公一定是反感的 人心都是肉肠的 公婆对你好 要懂得回报 如果总是认为理所当然 认为应该 对公婆从不关心 再热的心 也会渐渐冷却 而只顾娘家 甚至会对男人 提无理的要求 男人一定会反感 不愿意听你的摆布 一个女人 能够公允地 对待自己的公婆 和娘家人 老公才会感激你 对你心服口服 无话可说 以上四众女人 最令男人反感 但愿说的不是你 拥有两个儿子的家庭 最怕的不是买车买房 而是面对三个残酷的现实 生两个女儿有罪 生两个儿子享福 在过去老一辈人的思想里 一直觉得生儿子 才是最好的 因为养儿防老 也因为传宗接代 所以儿子才是 整个家庭里的主心骨 生得越多越好 反观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的家庭 就啥也不是 那么生了两个儿子的家庭 老了就万事无忧了吗 很多人都觉得 生了两个儿子的 除了担心儿子结婚时 要花双倍的钱 给他们买房买车以外 几乎都没有负担了 日后享受的孝顺 却是双倍的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 拥有两个儿子的家庭 除了花钱 更多以外 老了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才是令人可怕的 一位七十岁老人中大爷 就发出这样感悟 拥有两个儿子的家庭 最怕的不是买车买房 而是面对三个残酷的现实 来自七十岁中大爷的字数 自打两个儿子出生 我们两夫妻就深受周围人的羡慕 一个个都觉得 我们晚年不用愁了 两个儿子 一家照顾一个 简直不要太享受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看着周围人 都是生女儿比较多 我们家一下子 有了两个儿子 这确实让我觉得很自豪 也幻想过未来养老时 可以在两个儿子家 轮流养老的幸福画面 可是随着儿子们一天天长大 我却发现养育两个儿子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比那些只有一个儿子 或一儿一女的家庭 要操心得多 两个儿子生来顽皮 从小到大就喜欢掐架 都是儿子 家里的老人 也不敢偏袒谁 只能一个个哄 后来 读书了 他俩什么都要挣 哥哥有的弟弟也得有 所以对待两个儿子 我们什么都得预备两份 不管另一个喜不喜欢 都得这样做 其实这些都好办 无非就是多花点心思 去经营的事 可当两个儿子 纷纷成年后 他们的婚姻大事 才是令我们着急和担心的 两个儿子 读书都不怎么好 都是高中读完了 就去打工了 虽然一个个都被我们 安排进入了不错的单位 收入都还不错 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会过日子 每月工资一发 不上交给我们 自己也不存起来 天天吃喝玩乐 这工资也就越越光 还经常向我们伸手要钱 儿子们不存钱 他们的婚姻大事 就是成了我们的难题 在我们这里 南方家没有房子车子 根本找不到老婆 为了让两个儿子能成家 我放弃了铁饭碗 跳槽去了一家公司跑业务 那时候 工资确实比以前多了很多 但却比以前的工作 更累更辛苦 为了挣更多钱 我几乎不着家 逢年过节都在跑业务 吃喝也非常省 从原单位跳槽过来 才没几年 我就从一个大胖子 熬成树竹竿 很多多年没见过我的老同事 都以为我生病了 家里的妻子 看我如此辛苦 都曾劝我不要太拼 挣钱少点就少点 保重身体要紧 可是那时候 看着两个 已经快三十岁的儿子 一直还没结婚 我就愁啊 我不努力给他们买车买房 他们能娶到老婆吗 后来 拼了好几年 终于攒够了两套房子的首付 成功给两个儿子买房 买了房后 没两年多 两个儿子也陆续结婚了 大儿子先结婚 可大儿子结了婚后 又嚷嚷着要买车 说没车他们生活很不方便 去上班或回家里 都很麻烦 那时候 把积蓄都掏出来 给他们兄弟俩买房了 手里压根没多少钱 为了满足大儿子的需求 我和妻子就四处借了点钱 加上手里头的最后的积蓄 给大儿子买了辆车 买完之后 没多久小儿子也结婚了 以为他会比大儿子懂事 谁知小儿子要了房之后 也要车子 这可真是苦了 我们 毕竟周围的亲戚 在大儿子买车时 我们该借的都借过了 这债都没还清 又想再借 这谁愿意借出来 而我当时的工作 又遇到瓶颈期 不好挣钱了 妻子也将面临退休 一下子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可我们活得这么苦 也没让小儿子 打消买车的想法 为此还抱怨我们偏心 不搭理不回家 实在没办法 我们不想看着小儿子 就这样记恨我们 就咬咬牙拿房子去贷了款 顺利给小儿子买了车 看到他们兄弟俩 结了婚 都有了房子车子后 我以为肩上的负担 可以轻松下来了 毕竟我最怕的事 已经过去了 未来就是努力慢慢还债 再也不用操心儿子的事了 然而 人老了 终究会被淘汰 过了五十岁后 我的事业就越发不好做 以前预计四杠五年 就能还清的债务 硬是被我拖到近十年 才还清 在那段还债的日子里 我和妻子都活得很辛苦 每天拼命挣钱 都很难满足还债 经常拆东墙补西墙 让我们每天都精神紧绷 夜不能寐 两个儿子倒是很享福 结了婚后 各过各的日子 压根不思量 我们这两个老人 除了逢年过节会 一丝一丝地 给点红包以外 平时都不见得 给我们点孝敬费 或者帮我们还点债务 最后 我和妻子 也终于赶在六十岁退休前 把这债给还清了 那时候觉得退休后 就是我们享福的时刻 毕竟没了债务 儿子那边也不用操心了 我们也不用拼命工作了 未来就是过舒心的养老生活 可是万万没想到 福气还没享受到 妻子却倒下了 在我六十岁那年 家里已经小我四岁的妻子 刚刚退休不到一年 意外查出癌症 原本医生说 手术加化了治疗 还有一定康复的 可是我们俩没什么钱 就想依靠儿子们出钱 谁知 他们俩的态度 却让人心寒 大儿子说他没什么钱 钱都拿来 供房子和养小孩了 而小儿子则说 妻子这癌症做了手术 也不一定能好 而且有可能动了手术 走得还快 就表示采取保守治疗 会比较好 其实我知道 这些都是借口 他们心疼钱 怎么会冒险花那么多钱 给我们治病 就这样 老伴回家疗养了六个多月 就走了 老伴走后 我也迎来了退休 可我的退休生活 也没有让人好过 过去跑业务 经常作息颠倒 饮食不规律 导致我身体素质很差 尿酸高 痛风 胃炎 以及心脏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时常犯病起来 身边也没有人关心和伺候 真的让人难熬 我想过去儿子家生活 这样生病了 也有人照顾 但是 我挨个打了电话 却得到同一个结果 谁都不愿把我接到身边 大儿子说 孩子闹疼 我过去住 反而不利于我养老 叫我去小儿子家 而小儿子却说 我和妻子以前 比较像着大儿子 什么都大哥优先 而这时候 我就得去大儿子家里 这么推来推去 谁都不想我去 看到两个儿子的态度 我真的伤心极了 为啥我这么掏心掏肺 养出来的儿子 会变成这样 什么都给他们最好的 这一生 一直围绕着他们拼命挣钱 养他们长大 又买了房买了车 怎么到头来 也得不到他们的养老 说实话 那时候开始 我反而羡慕那些 只有两个女儿的家庭 不用这么累 更不用这么辛苦挣钱 老了 也还能得到 暖心的孝顺 直到三年前 我除了意外摔断了腿 彻底需要有人照料后 才通过 亲戚朋友的帮忙下 我才得到了 两个儿子的轮流养老 本以为我都这样了 两个儿子再不好 也不会让我受罪了 可是 到两个儿子家后 我却活得更悲催 两个儿媳 都嫌弃我 说我脏 说我臭 说我老了 还拖累他们 可尽得让儿子们 把我送到养老院去 可两个儿子 耐不住 亲戚朋友的嘴 怕被责骂不孝子 不得已 只能把我留在家里 虽然现在的我 成功在两个儿子家 轮流养老了 但还不如自己 独居要舒心 每天被活在 责骂和嫌弃中 遇到生病住院时 又容易被两个儿子 踢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 谁都不想为我 出大钱出大力 经历了一番悲催的晚年后 让我发现 拥有两个儿子的家庭 最怕的不是要出钱 给他们买车买房 而是老了将面对 这三个残酷的现实 一 两个儿子的家庭 老了以后 难以养儿防老 人人都觉得有儿子 养老不用愁 可是现实 却并不一定的 很多时候 儿子都不如 女儿有孝心 也没有女儿 来得更有责任心 父母的养育儿子 操心他们的 婚姻事业和生活 可最后需要儿子 来养老时 却往往会遇到 养儿难防老的问题 不是他们没能力养老 而是很多儿子 天生依赖惯了父母 享受惯了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早已形成 啃老的思想 要他们给父母养老 就难了 二 两个儿子的家庭 在养老问题上 容易踢皮球 往往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 父母养老的问题 比较好解决 毕竟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想逃避 也逃不开 但是 拥有两个儿子的家庭 就麻烦了 按照过去多子女家庭 都容易在养老问题上 踢皮球 而两个儿子 也更会如此 三 两个儿子的家庭 在感情问题上 更难经营好 手心手背 都是肉 对待有儿有女的 大家庭 做父母的 都很难一碗水端平 而对于两个儿子的家庭 那更是不好经营 因为两个都是儿子 一不留神 对谁多帮忙一点 多给了一些钱 或者语气上多倾向了谁 都容易导致感情失衡 拥有两个儿子的家庭 在生活中是最敏感 也最难保持和谐关系的 一切缘分都是天注定 有些人 爱过就好两情 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生命中 你真爱一个人 又何必奢望天长地久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中的过客 有些爱注定是梦一场 一切缘分不停留 留不住的人 又何必留 缘分起落 爱恨落幕 一段感情总是要有一个结果 也许会是牵手一生 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也许会是各奔天涯相望于江湖 感情中我们希望一生一世 那些无疾而终 没有结果的爱情 总是让相爱的人 留下叹息和遗憾 爱情中那些所有的 欲见与分离 都是命中的一场注定 没有结果的爱 伤痕累累的心 有些人命中注定是你的结 是你一生抹不去的痛 有些人注定是你一生 放不下的人 虽在天边 却在心上 成为记忆中最温柔的故乡 这一生相爱一场 注定是生命中逃不开的因果 最美的爱情是刚刚好 在合适的时间 预现合适的人 张爱玲在《爱》中说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要预现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刚上了 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哦 你也在这里 人是苍茫 红尘滚滚 为时魔遇见的是你 能够相识相知又相爱 生命中多么美好的缘分 为时魔遇见的是你不是他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相爱的人总是不会错过彼此 钱是不相欠 鸡是不相见 善缘恶缘无缘不合 有的人是来伤害你的 给你温柔的一刀 然后转身不回头 有的人是来报答你的 用柔情密意包围住你 让你欲罢不能 让你此生只爱一个人 什么是爱 什么是情 有些人一开始爱得入骨入髓 却难逃分手的命运 有些人一开始有缘无分 兜兜转转却成了欢喜冤家 有些人一生相濡以沫 却也一生嫌弃彼此讨厌 过不好又离不了 这一生 你遇见谁都是你要遇现的人 谁离开你都是要离开的人 有的人陪你走一生 有的人陪你走一程 情深缘浅 在相爱也注定有缘无分 缘深情浅 注定要一生成为冤家 一辈子彼此讨厌相互嫌弃 却又无法逃离 一切都是缘分天注定 有些人爱过就好 相遇是缘分 相爱是命运 我们总是期望一生一世的爱情 总认为付出了真心真情 就要有回报 就要有最好的结果 只是理想的感情太少 一段感情有没有未来 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爱情中会有不满和厌倦 会有伤害和怨恨 会有出轨和背叛 有些人不值得爱 有些人你爱不到 有些人分手了才是你的幸运 有些人爱过就好 不亏不欠 留一段美好在心中 好聚好散 相爱不及深情 有些人爱住爱住就淡了 有些人走住走住就散了 爱情中的天长地久 往往是奢求 一段感情由浓烈变得平淡 由亲密变得疏远 也许妻兼经历了什么 也许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你要懂得是时候分手了 一段感情的结束 最好的结局是不纠缠 你无论多不舍 多难过 只是不爱你的人 早就变成了铁石心肠 你再多的眼泪 也感动不了他的心 你何必去苦苦祈求 一份爱的施舍 感情中的断射离 往往会带住撕心裂肺的痛 只是爱情已经没有了 何必留一句没有灵魂的躯窍 缘分尽了 就要勇敢爱了 就要勇敢分 有些人爱过就好 何必奢望天长地久 一段感情 如果爱 请珍惜 请继续 如果没有了爱 就要放手 及时止损 能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就是最好的结局 请继续